到了新地址,安思晴已经在小区门口等着他 姐,你怎么也不戴个口罩伪装一下 你以为演伪装者呢,电视剧看多了吧你 两个人一路走一路笑着进了家门 安子琪一进门就看见燕敏痴正扶着一把椅子 指挥着灵溪路挂屋顶的吊灯 小林啊,再往旁边一点 对,王祖 安安,你回来了 安子琪愣了一下,点头 还愣着做什么,快过来扶椅子 我还要把卧室再整理一下呢 安子琪敏唇上前扶住椅子 姐,是我叫西路哥哥来的 你不在家,西路哥哥担心妈的腿 清床到家里帮忙,这房子也是西路哥帮忙找的 谢谢啊 对于林西路 安子琪一直有些心存愧疚 她已经和肖默离在一起了 林西路对她的好,她无力回报 她也应该有自己的幸福 而不是在背后这样无条件的默默付出 林西路装好吊灯,下来,笑着看她 我只是顺便帮忙,四星叫我一声哥哥,我怎要做些当哥哥的事情啊 她一个公司总裁,哪有这么多时间顺便啊 知道她是不想让她有负担,安子琪也没有再多说什么 房子基本已经收拾妥当 几个人下午又进行了一次大扫除 整理好一切已经是晚上 叶敏之热情地做了晚饭,留林西路一起吃 饭桌上安思琪唧唧喳喳,家里难得的热闹 叶敏之脸上笑容不断 肖莫离发来短信 什么时候回来 安子琪拿着手机低头回了一句 还要一会儿,等我电话 地址 隔着屏幕,安子琪都能想到肖莫离紧敏薄唇的模样 忍不住笑了一下,将地址发了过去 好好吃饭,玩什么手机啊 安子琪吐了下舌头,忙将手机收起来 拿到桌子下面,一只手偷偷地给肖莫离发胆信 我妈妈我吃饭玩手机,都怪你 手机很快就震动了一下 安子琪低头,飞快瞄了一眼 回了补偿你 怎么偿 入肠 滚,流氓 吃过晚饭 子琪啊,你难得回来 今晚就留在家吧 她如果不走,某人肯定要臭着一张脸,闹脾气 妈,我最近忙,明天还有通告 等过段时间不忙了,我再回来 那小林正好要走,你去送一送 我也去送 你就别去凑热闹了 明天你不是还得回学校上课吗 早点睡 聂敏芝写了安思琴一眼,把她拉了回来 安子琪和灵溪录一起下了楼 已经是冬天,就连地处南方的S室,晚上都已经开始凉了起来 安子琪回来的时候穿得薄 灵溪录健壮脱了西装外套披在她身上 谢谢啊,不用了 晚上天冷,都注意些,别感冒了 两个人静静地走了一会儿 谢谢你这段时间,对我妈和思琴的照顾 以后,我会找人到家里帮忙的 你工作那么忙 嗯,我知道你和萧茉莉在一起了 别想那么多,我没有其他想法 只要你幸福就够了 真的在乎呢 灵溪录,我现在很好,很幸福 我希望你也能找到自己爱的人 希望你也能幸福 虽然这些话对于灵溪录来说有些残忍 可是她是真的希望灵溪录能够幸福 她必须清楚地让她知道 他们已经不可能了 灵溪录看着她笑了笑 傻瓜 她爱的人,只有她一个呀 如果答应她,能让她放下心里的负担 那她就答应吧 她现在所要做的,也就是默默守护了 两人一路走到小区外 时间不早了,那送你 暗子琪摇摇手里的电话,正要回答 身体却是突然被一条手臂带入到一个熟悉的怀抱中 我的女人用不着你操心 她从和安子琪发短信开始就开车出了门 一直在这儿等着 原本是想给安子琪一个惊喜 却没想到,竟然看到安子琪和灵溪录一起从小区里走了出来 那萧总最好能保证安安幸福 如果你欺负她,让她伤心 我不会给你第二次机会 你永远都不可能有机会 想从她身边抢走安子琪 灵溪录在做梦 灵溪录没有在说什么 她无意让安子琪夹在她和萧茉莉中间为难 说这些也不过是希望萧茉莉能够珍惜她 安安,我先走了 安子琪话音刚落 就被萧茉莉揽着直接朝另一个方向走去 她走得飞快 安子琪被她带得几乎要小跑才能跟上 你慢点,事情不是你想的那样的 是思琪叫她来的 我也不知道她今天会来 我刚才已经跟她解释清楚了 我们也只是朋友 萧茉莉闷声不语 步子倒是慢了下来 到了车旁,打开车门 让安子琪先上车 自己到另一边的驾驶位上坐下 车子瞬间就像离弦的剑 嗖的一下,飞出去了 回到家,萧依宁已经睡了 安子琪先去宁宁的卧室看了一下 将她踢开的被子盖好 退出去轻轻地关上门 还没转身呢 眼前一花,整个人就被腾空抱了起来 下一刻,萧茉莉已经用脚 直接将卧室的门踢上 她的吻如疾风咒语一般落在她的唇上 直到她还在生气 安子琪没有反抗 顺从地仰着小脸 略微有些羞涩地回应着安抚她 你是我的,你是我的 说,你是我的 她相信安子琪的解释 只是,无论哪个男人 被别人一直觊觎自己的女人 心里都会不爽的 说你是我的 我是你的 终于听到了满意的回答 萧茉莉眸色一按 再也无法抑制 低声在她耳边说了一句话 安子琪瞬间红了脸颊 仰着小脸堵住她的唇 不让她再开口 萧茉莉眸色更深 再次吻了上去 第二天一早 萧茉莉醒来 看着身边还在熟睡的安子琪 看着她安静熟睡的容颜 只觉得心中无比满足 这小东西终于完完全全 彻彻底底地属于她了 她忍不住低头 在她额头上吻了一下 眼神下移 看到她颈尖那碧绿的四叶草项链 萧茉莉眼睛眯了一下 直接伸手扯了下来 小心翼翼地起身 拉过薄背给她盖好 安子琪睡醒的时候 已经是中午了 浑身疼得就像车子碾锅一样 她忍不住愤愤 萧茉莉这只禽兽 禽兽 起床简单地做了午饭吃过 林曼正好打电话过来 福生晚上零点首映 下午有个通告 晚上他们还要到电影院去 和影迷见面 一整天的行程安排得密码码 安子琪苦着一张脸 一边揉腰 一边在心里狠狠地骂着萧茉莉 飞快地跑到衣帽间换了衣服 以最快的速度洗漱完 二十分钟后跑下楼 林曼已经在车里等她了 我说你俩能不能劫持一点 明知道今天有活动 你想飞闻漫天吗 安子琪一张白皙的小脸 瞬间爬满了红蕴 急忙用手捂住 心里再次将萧茉莉骂了个半死 现在吴有什么用啊 林曼没好气 最后只能临时找了一条丝巾 给他围了起来 虽然看上去有些奇怪 但总比闹绯闻的好啊 到了通告现场 燕吴哥看到他脖子上 突兀的丝巾 喷了一下 啊 小兔子终于被大灰狼吃掉了 你猜小兔子 全家都是小兔子 说完 愤愤地转身 朝另一边走去 萧茉莉这个混蛋 她一定是故意的 一直等剧组结束粉丝见面会 已经是凌晨三点了 萧茉莉开车来接她 安子琪几乎是一沾上车 就歪着脑袋睡着了 下车的时候 萧茉莉并没有叫醒她 而是直接将她抱了回去 放到床上 安子琪才醒过来 睁眼看到自己已经在家了 迷迷糊糊去浴室洗澡 洗到一半 突然裹着浴巾跑出来 眼神在床上来回扫着 该死 她才发现 她的项链又没了 她怎么这么笨呢 忙了一天都没发现 难道 她要再去做一个假的呢 萧茉莉躺在床上 扫着面前的大好风景 身体侧了一下 露出旁边桌上的项链 装作漫不经心的问 你在找什么 安子琪一下就看到了项链 忙上前招到手里 还好还好 还好没丢 一条项链而已 这么紧张做什么 当然不一样 这可是 是什么 萧茉莉起身抱住她 是我们的定情信物 知道还问 安子琪不理她 萧茉莉轻笑着 接过项链 重新给她戴好 那可要说好了 她在让人查那天的事情时 就知道了 安子琪的项链 在混乱中丢了 这个小笨蛋 大概是怕她不高兴 不但没有告诉她 还自己跑去做了个假的 那假翡翠都是有化学药剂 和色素加工的 她还真敢往自己脖子上带 今天让珠宝不重新 给她做了一条新的 她就假装不知道好了 另一边 白星儿看着面前的 各种杂志电脑上 铺天盖地 全都是安子琪的新闻 咬牙冷哼 不就是演了一部电影吗 害者是个不入流的女配 媒体拍马屁都要把人捧上天了 不怕摔死 她说这话的时候 完全忘记了 自己当初也是凭借肖莫黎 才能去了好莱坞发展 田路看着那篇 关于破茧的报道 想了想说道 这种电影太小众 但相对艺术性更强 林曼让安子琪加盟这部电影 肯定是看中了电影的海赖前置 想要到海外的电影节上拿奖 以此来巩固她在国内的地位 就凭她 想到海外拿奖 真是可笑 如果不是背后有莫黎 就算在国内 谁知道她是哪根聪明 她最多也就是在国内风光 白星儿表示不屑 她在好莱坞那么多年 也只是混了几年之后 才在柏林电影节拿到一个最佳女配 奥斯卡也只有提名 安子琪一个刚露脸的新人 想去海外拿奖 简直是天方夜谭 如果萧总想让她拿奖 亲自在背后运作 这并没有什么不可能的 你从好莱坞回国这么久 除了环宇珠宝的广告 没有再接任何其他作品 如果安子琪这次真的在海外拿奖 你在国内第一女星的位置 必定不保 娱乐圈更新换代的速度太快了 而作品就是一个明星的灵魂 不管多火的明星 如果持续没有作品面试 那她必将被观众遗忘 被新人取代 娱乐圈就是这么残酷 你想让我怎么做 不让她拿奖的最好方法 就是不给她机会 你要我把这个角色抢过来 当然不是 如果你抢了她的角色 只能惹怒离少 这对你没有任何好处 相反 你要做的 就是用你自己最大的努力 去捧她 什么意思 破茧的故事情节 我大概看过 讲的是两个女孩子之间的恩怨情仇 她既然要去做女主 你就让她去 你接另一个角色就好 不行 她有什么资格让我去做配角 衬托她 谁告诉你另一个角色就是配角 明明是双女主 这样的剧本 另一个女孩的戏份本就不清 只要找编剧稍微改一下 就是一出双女主 以白星儿如今的地位和资源 想要让片方做到这一点 并不难 你在好莱坞那么多年 作为目前华语女星的领军人物 无论是演技还是口碑都不错 那些国际评委也早已经熟悉你 比起一个从来都没露过脸的新人 他们的注意力 一定会更多的关注在你身上 到时谁还会去关注安子齐呀 而且在外界眼中 是你放下身份和地位 去衬托安子齐 这样也能让你赢回一些好感 你去找破茧的投资方 说另一个角色我要了 安子齐已经抢走了肖莫离 还想抢走她的地位 她绝对不允许 就让她先得意一阵子 她迟早会把肖莫离抢回来的